这个产品在对学生的安全和健康上 是应该说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机器人所在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说产品出加工以后 那么整个加工环节全部是无能接触的 那么成品以后才到学生手里 那这样就避免了这个二次能源接触 二次的污染 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考虑 刚开始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很惊讶 又就是没有看到过机器人烧饭 然后呢它烧得很好吃的 就是它是在开学的时候 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里 给我们学校里面